大家好 我們今天 那個 英國石油 全合成師都有試試的 上次測試的機油 那我們今天 剛剛好幫客人要換變速箱油 順便 客人說連機油一起換 那我們目前先看一下他目前開的點數 新荷蘭60701 103年前的 開始全程都是 使用那個 全程都是使用好公司 原廠CI4的油 大概不到每次 大概不到150小時就會換機油 那目前 上次換大概是2998 那今天是3167 大概使用了 168小時 我們找一個合理 所以他現在 目前使用了 168小時的 機油的使用狀況 那我們目前 等一下我們就來把油尺拉起來看一下 他使用的那個狀況 我這個油條給大家看 這個 這個機油的油尺 開了168小時 雖然有變色 但是他沒有不至於到 非常的黑 我聽我客人說 他現在目前這個機油 其實 168小時還沒有感覺到衰退 那以往如果是我們新荷蘭CI 原廠油 大概會 他的感覺說 如果我們在使用上 大概會在 130的上下 就會感覺到那種衰退 衰退 但是這個都是個人的那個主觀判斷 因為 我們的小狀況 車的感覺 剛好都是以個人的那種 感覺為主 這是給大家參考 說 差不多 所以我們人家 大概有不到150小時 原廠油都已經換掉了 那所以我那時候 就跟我客人說 你再繼續撐 那今天就撐到168小時 那聽他目前來 口語的評判說 目前還沒有衰退的狀況 所以現在 他接下來都 開始改用這個 英國石油的 全合成油 全合成40的 20公升 20公升包裝 那感謝公司那天的贊助 那我們剛剛看一下 油尺的油量 也沒有少 那我們客人的使用狀況 他是中和型的使用 也有雷菜架 也有香香菌 也有在雷寒雞架 多用途使用 所以 但是我客人比較愛騎車子 很少把油門吹到100 農一個2000以下的 等手 做耕地的使用 那所以說 這個給大家參考 那全合成油 那目前這台的那個 英國石油他的VI值 大概到160 那公司大概在 公司原廠有在140幾左右 那是我網路上查了 但是公司沒有拿給我 真實的報告數據 那給大家參考 如果有需要說更好的 更高規格的油品 那有機會就參考 這款英國石油 給大家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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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